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今天我们用红薯和粉丝来做一个好吃的小零食 拥有两块钱的成本,可以做出二十块钱的味道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两个红薯一块五,还有五毛钱的粉丝 红薯的话,尽量选用红心红薯 做出来卖相会更好看一些 而且口感也比较软糯 削续外皮之后,斜着切成滚刀块 水开以后,下锅煮一到两分钟 煮至红薯成半熟状态 这样的话,方便抖粉 而且后面进行油炸的时候,可以更省时省力 红薯晾至温热,不烫熟的时候 放上适量的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是每一块红薯都可以均匀的裹上淀粉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好以后,起锅,放入宽油 油温大概六成热,放入粉丝 三秒钟之内,粉丝会迅速膨胀 翻过来再炸一秒钟 立马出锅,防止炸糊 是不是感觉特别神奇 给我的感觉是特别解压 捞出来之后直接下手,抓碎 大家听声音就知道了,是不是特别的酥脆 抓碎以后备用 先炸粉丝,再炸红薯 这样的话锅里面的油不会变得浑浊 刚下锅时不要着急翻动 大概一分钟之后,等到红薯进行之后 用筷子轻轻的推动 再连在一起的轻轻一推就可以推开 小火慢炸,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用漏勺垫一下,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 捞出控油 另外起锅,加入一勺水,一勺白糖 比例是一比一 加水的原因是,温度不会那么快升高 而且还可以快速融化白糖 把水分熬干 刚开始会出现密集的大泡 怕泡消失之后变成小泡 颜色成土破色的时候放入红薯 把火关掉,快速翻炒 使每一块红薯都可以均匀的裹上糖浆 裹均匀之后倒进粉丝里 快速翻拌 使每一块红薯都沾上粉丝碎 偶尔会有几个别的粘在一起 趁热掰开 其实现在就是拔丝红薯的最好状态 掰开以后外面粘上一层粉丝 温度也降下来了 这个时候就不会再粘在一起了 直接装盘即可 听声音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酥脆 外面酥酥脆脆 里面是香甜软糯 大小朋友都喜欢 用来当做最具小零食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喜欢的话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